好啦好啦 現在只剩下第二名跟第一名了 第二名吧 好 先看第二名 也只能看第二名 台灣銀行 欸 真的欸 第一次有這個所謂的公股銀行 加入我們的這個排行榜裡面 我一直在想說 會不會大家因為都不知道選哪間銀行 然後第一個是台灣銀行 所以就選這個銀行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 大家真的是有點不妙 因為像去年完全沒有公股銀行跑進啊 就是最討厭銀行 台灣銀行一共有26票 總共有7%喔 26個人投奠他 這還蠻妙的 你挑幾個來講 而且APP難用到爆 據點少 又沒有什麼違反比起台新的0.5 又低又沒據點 可以存錢進去 好 這應該是你中肯了 很老古板的銀行 公布銀行就是古板嘛 對 不過很慢 有一次去櫃台等超久 這裡有人有這樣的經驗過嗎 你們有在跟台灣銀行打交道嗎 這裡應該很少 有 欸 你們班長 那你錢都放哪裡喔 幾百萬 他覺得行遠不夠正 這裡要行遠就去台新啊 台新那些沒樣子很漂亮 對啊 還有中心 對啊 欸 中心也不錯 大部分都是老人 不要摸啊 對啊 玉珊是好看喔 欸 玉珊你啊 也是世界卡使用者欸 欸 玉珊也不錯 他也沒什麼優惠 玉珊很不錯對不對 玉珊不錯 然後制服也不好看 但是他們的福利很好啊 所以那些老屁股都不理看啊 都不退位啊 都很慢 大概都是因為公服啦 行遠的冰冰啊 覺得不好用這樣子 對 好 你對台灣銀行有交道嗎 或是沒有 我只有他一張台銀的精彩 有沒有人要分享一下台銀的經驗 班長 只有你有 只有 他說服責不很久 所以你可以服責不很久 對 他只是機器慢而已吧 他們機器很慢 是因為要 因為很多老人家要等 很多老人家要等的服責 那就是他們提升硬體就可以 加工了 要等很多人 對 我會去台銀就是去那邊換日幣 對 我只有換日幣會踏進台銀 對 因為跟大家分享喔 如果要換匯的話 基本上兩間最大的銀行可以考慮 兩間好的銀行 第一個就是台銀 第二個就是律散 其他的就不用了 因為他們的匯率基本最好的 那如果你探究方便的話 就是財新Richard 他現在有那個 手機的介面可以使用 對 他不然剩下來的話 基本上我都是保台銀製作 好 對 跟大家分享